冬天到了 就是要吃火锅才会撸夹撸收 今天我们的系列报道 要来看火锅千百种 要健康的有机火锅 那么要补的话 有人参火锅 还有女性朋友最喜欢 有美容效果的胶原蛋白火锅 许多现代人讲求养生 对于吃进嘴里的东西特别挑剔 也因此现在出现这种 强调有机食材的火锅 在亿兰南澳农场 栽种的有机蔬菜 吸收大地精华 清香菜高丽菜或是罗曼 新鲜百分百 仿佛还闻得到土壤的味道 这种活锅猪 它是来自台南的关庙 那它是吃益生菌 还有海藻 那为了去它的腥味 还会添加贝尘碳 还有现捞的澎湖野生石县 供疗香炒煎带鲍鱼 强调养殖过程不用药 加到番茄牛小排火锅里 无敌新鲜的海味 令人食欲大开 现在外面的海鲜 因为是高密度养殖 那会经过一些碰撞 受伤 那需要添加抗生素 一氧化碳 还有双氧水 来保持它的鲜度 那我们的海鲜 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这些问题 用大骨加上老母鸡 熬制五个小时 汤底浓郁 富含胶原蛋白 再加入东北大人森 几种中药材 养生汤底 吃了口齿流香 像我们汤头白汤的部分 里面有加 当归 炒锅 跟白透扣 然后就是 经用长时间的 时间下去熬煮 那就是有 富含胶原蛋白 它是所谓 就是可以出 活络气血 跟养颜美容 有了养生汤底 再搭配绍兴酒 泡制的低油脂猪肉 才能吃的健康 没有负担 我们挑选 上层的猪肉腿肉 下去长时间的熬煮 然后就有特殊的成分 下去处理之后 它是皮Q肉嫩的 然后就是 没有多余的油脂 火锅中 再加入冰淇淋般 绵密的有机豆腐 胶质丰富的白木耳 增强免疫力的美白菇 还有小麦及麦康 饲养的温体猪肉 在寒冬 吃一碗暖呼呼的养生火锅 可说是人生一大享受 记者李嘉欣 蔡配云台北采访报道